台中七起豪宅区气派高楼大厦林立 周边建案不断开工 不只建地方价涨价 现在连道路用地也水涨船高 成交价第12名 就落在百货店往前的台湾大道 查询实价登陆台中道路用地交易 价格最高为核错断 0.62平成交价172.7万 汇来错断地号258号 26.27平总价6907万 上时被断2622号 8.29平2101万 3.39平就高达858万元 地号2692号5.53平 价格来到1400多万 为何建商肯砸钱买公共用地 目前七起的新开案的均价 大概落在80到90万一平 中古的价格的话 是落在40到50万 是越靠近 附近建案越贵的地方的陆地 是最越有价值 它换算起来容积 建品一平可能100万 它陆地可能才多 换算起来可能它的成本 才只剩下七八十万 它当然会做这个动作 据了解全台道路用地的行情 双倍公告限值为11平 新竹市超过100%一平 台中市一平则超过199% 高于公告限值2.3倍以上 幅度为全台之冠 公共设施的价值高 它移到其他的基地的容积量 也会相对的提高 西屯 北屯 南屯 容积移转量是最多的 为了解决台中道路用地不断飙高 市府也在2020年提出 容积带金制度 但台中道路用地的价格 涨幅还是非常高 那些不到一平 但民众每天在行走的马路 可能都是垫高房价的原因之一 三星旅游积移转台中财富报道